兄弟们 今天我们拍的车厉害了 人送外号十万出头的小捷棒 它就是全新一代瑞虎8PLUS 今天我们来探店这台全新瑞虎8PLUS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台车本身的一些亮点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购买建议 毫无疑问就是颜值了 为什么人们要把它称为十万级的小捷棒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前脸 这个灯组的这个设计特别像捷棒的F-Face 很有那种灵动的感觉 并且这一次它采用了全新的暴力美学的设计 中网的这种星空点子也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大气一些 那么我看到这台车和我的朋友分享了之后 他们有的人说这台车是像捷棒 有的人说这台是像马自达 有的人说这台是像英飞里底 但不管怎么说可以看到这一集所有的车型里边来形容它 都是非常漂亮这种产品 所以这台车它的整个设计确实是非常能打的 这台全新瑞虎8PLUS定位中型SUV 车身长度4715轴距2710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种中型SUV的尺寸 但是结合它的价格来看 这台车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就是它提供了第三排座椅 这个7座的布局 当然你需要花3000块元选装这个配置 那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配置是非常值得选的 因为这台车它本身的这一种空间的表现是非常足够的 再加上它第二排的这个座椅可以前后调节 所以你在临时应急的情况下 你把第二排的座椅稍微将决一下 它的第三排依然是非常可用的一个表现 以往我们提到奇瑞的这个产品 这是理工男的这种思维 其实类似的品质感 我觉得之前的产品是稍微差那么点意思的 但现在这台全新瑞虎8PLUS上面 整个类似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种大面积的软包材料 真的是档次感营造的非常的好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设计的布局 也偏向于简约的这种风格 比较高的这种操纵台的这种设计 你去拿取手机无线充电 然后下方的这种储物格 放手的这个位置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表现 所以整台车它的整个内装的品质 我觉得是要给一个高分的 再加上它中间这块屏幕是搭载了8155的芯片 车机系统也支持华为HiCard的这种智能手机的互联 整个的这种反应的速度 功能的这种丰富程度 再加上它的比较小新鲜的这种界面的设计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它的整个操作的上手难度都是非常低的 这个东西终身质绑 这台瑞虎8PLUS和奇味所有的车型一样 都是做到终身质保的这样一个品质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受益的 因为这台车作为一个变向于家庭市场推出的 中线业收益产品 它可能日常的通勤里程会比较长一点 然后脱家带口出行的这种使用频率会高一点 所以有这样一个动力总成终身质保 包括整车终身质保的一个保障而言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选择了 那么说到这里的这一次全新入口8PLUS 它的动力总成燃油版车型是搭载了1.6区的昆蓬动力 匹配7速 144双流变速箱 最大的功率145千瓦 最大扭矩290牛米 当然这套动力从我觉得放在它的价位里面 最大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排量更大一点 它相比起1.5G的这些车型 它的最大的功率会明显高一些 所以它的急速或者加速的能力可能会更强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油耗的表现 那么它的整个油耗的表现 百公里综合油耗是7.1升 那么对于这样一台中型SUV来说 我觉得这个油耗表现 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用户来说 都是可以值得满意的 那么今天是工作做 在店里面看车的人非常的多 并且大家对这台车真的非常感兴趣 所以这台全新Rufo 8PLUS 它的燃油版车型之间 到底哪个版本性价比最高 并且它的CDM混动版本 和燃油版车型到底该怎么抉择 那么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那么首先是第一点 就在燃油版车型里面抉择 从价格来看 这一次全新Rufo 8PLUS 它的一个起售的价格是109,900 然后官方有一个8000块钱的优惠 所以说它实际的裸车价格是101900元起 然后你的CDM版本车型 就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 在4款1.67的燃油版车型里面 我最推荐大家选择的是 指导价129,900的豪华版 优惠之后的话 它的价格是121900 因为这个配置的车型 它是整体的配置 我觉得会比较丰富一点 比如说主副驾的这种电动座椅 然后再加上一整 它的L2级驾驶辅助 8155的芯片 前排的隔音玻璃 无线充电 以及电动后备箱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花这个钱 升级到这个配置是非常值得的 那么至于它的2.0T燃油版本车型的话 确实动力非常的强劲 然后配置的话 也是最高的一个版本 但是我觉得 对于绝大部分的家庭用户来说 选择它的1.6T的动力 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那么至于它的燃油版车型 和混动版车型 它是不能够享受到这个8000块钱的优惠 但是它可以免去的购置税 又可以获得到它比较好的这种 燃油经济性 以及更强的一套动力 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燃油版车型 我更加推荐大家 就选择这个1.6T的豪华版 那么如果说 你要选择这个混动版车型的话 结合它的所有配置来看 混动版车型的这个入门最低配 它是最值得推荐的 其实这点呢 奇瑞这个品牌给我的一个印象 就是门声发大财的感觉 因为他们在2023年SUV里边 全球卖了143万辆车 它也是中国品牌里边 SUV销量最高的一个品牌 那么从这台全新入发发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台车我觉得就非常应对了 它的整个销量的表现 因为不管是从它的外观的设计也好 还有整个车的尺寸 空间的布局 以及它的定位来说 它都是非常符合国人 对这个10万级SUV需求的一个拿捏 那么屏幕前面 你们对于这台全新入发发是怎么看的 咱们评论区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